会买休旅车的朋友 一般都是看中休旅车的空间机能 还有它比较高的驾驶坐姿 但是很多的家庭买家 可能会觉得说休旅车 的确是他们在买车的时候的首选 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大空间的话 休旅车不是唯一的选择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好好来看看 可能在市场上被你低估的一些潜力股 即使它不是休旅车 但是它仍然有非常大的魔术大空间的车管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看 如果你不是SUV的拥护者的话 你跟这位网友一样 还有同样的需求 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网友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呢 艾达 是啊 这是最近在小恶魔汽车板上 还蛮热烈的讨论的话题 这一位观众朋友们 他是在小恶魔板上面提出的问题 他最近在跟帮他表哥找车 很显然他表哥就是要换车 但是可能问了他 因为他可能对车子比较研究 但是他提出了几个需求 第一个是他表哥为什么要换车呢 他现在是开一部Honda Fit 但是觉得车身的空间比较小 说一个小孩已经有一个小孩子 一个小孩在家配配出门 基本上整台车就塞满了 那么他第二个小孩快要出生了 第二个小孩快要出生了 所以他准备要来怎样要换车 那换车几个需求 第一个是空间大 第二个我不要休旅车 因为他说他的这个表扫啊 对于休旅车这个摇晃感 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他只能选择什么 选择房车 那其实我们知道以Honda Fit来说 是一个这个 机械极小空间极大坚持 Honda设计理念的一个车款 其实内部空间已经非常的棒了 对不对 那再加上他的后座的这个椅子 还可以做一个折叠 所以他在空间的运用上面也蛮不错 那然后呢 这一位观众朋友们他就提出来 他让他表哥物色的几款车子 首先第一部是福特的Focus 那看起来应该是要选择一个 这个四门房车 第二个是一部马自达三 那再来是Karasport 然后第四个是Skoda的Skala 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这几台车 就是我想他应该是Focus也选择的 应该也是五门仙背版本的 因为列出来刚好都是属于五门仙背车 但是他有几个需求 首先第一个 我不要修旅车摇晃感 那所以对于这个底盘的刚性 底盘操控以及稳定度上面 要有一定的这个需求 其实这四台车我相信都可以满足 满足他的这个需求 例如说Focus是C2的底盘 对不对 那马自达三也算是操控 算是比较贴近欧系设计的一个 这个操控 那Toyota的Karasport 又有TNGA的一个底盘 那再加上Skoda Skala又是NQB的底盘 所以这四台车的操控 我想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 也都可以符合他这个大嫂 不要修旅车摇晃感 这样一个感受 但是空间而言 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自己有两个小孩 我也可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当年我太太刚怀上 第一胎的时候 我就跟太太讲说 啊 那以后我们有个小孩了 那我太太就说 那我们要换个车子 可以带小孩 然后就买了这个Mini的Countryman 想说这虽然是一部 Crossover这样等级的一个车子 但其实Mini那时候的Countryman 他后座还可以前后的滑移 对于后向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调整的范围 结果呢 小孩一伸出来的时候就像 他的这个表哥一样啊 这个一下就塞满 因为娃娃车啦 妈妈包啦 一下就塞满 再来之后 第二个小孩要生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那我们可能要买一部旅行车 才比较实用 结果呢旅行车 你又选择了这个宾室的C Class 其实他的行李箱空间并没有特别的大 尤其他的这个 因为车身造型的关系 他的这个开口的深度宽度 不是开口 行李箱的深度跟宽度 其实就刚好都跟我的婴儿车 娃娃车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他这列出来的四台车 我觉得空间来说 可能只有Skoda的Skala 跟这个福特的Focus来讲 我觉得会是比较推荐他来去购买 因为Mazda3跟Toyota的Carasport 相对于后座的空间 跟行李箱的空间 可能会稍微的不够他使用的 对 其实如果说你跟这个网友一样啊 比如说你想考虑的是 属于这种先辈车型的话 除了这四款车之外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款车 给大家一个逆向的思考 在马路上呢 其实它能见度非常的高 你可能随时随意 都可以看得到它 而且它可以说是 目前市场上面 你可以买到最便宜的先辈车 但是它有超级大的魔术大空间 就是这个我们市场上面的 不老传说 Mitsubishi Coe Plus 长青树了 那对 就如冠宜刚刚所说的 其实Coe Plus在路上的能见度 非常的高 因为它贩售周期 其实还蛮长的 但是刚刚这个观众看的这些车啊 包含爱达推荐它的车款呢 当然在价位 还有可能运动感 甚至是质感啦等等 都在比较高一些些 而且比较新市台车 没错 但是如果你的预算 没有想要花到这么多的话 我知道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其实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私讯 他就是想要一台车 而且一台代步车 车子就好 不要找麻烦的车 对 不要二手车 他想要买新车 那价格呢 当然是越 收购短话越好 当然这个Mitsubishi的Cold Plus 我觉得绝对是再适合不过的 因为就如冠宜所说的 它是目前台湾市场 乘用车里面 最便宜的一款车 它的入门版50.9万 你进去谈 我相信一定是50以内 就可以成交啦 但是呢 我其实比较推荐大家 它的高阶的版本 就是54万9 其实差4万块钱 对不对 但是多了很多的好料 应该说在你使用的过程中 便利性会多很多 例如说我们看这个车头的造型 两侧的灯具呢 在他年式的更新上 已经换成了光感应的头灯 包含还有LED的皱形 等等 再看上去呢 阳春感就不会太重 对不对 那包含车头三菱的家族 Dynamic Shell 两侧很粗壮 这种镀铬釋调的造型 这个车头看上去 好像不太像那种50万 那种入门车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 那个Code Plus 它每次有一点改变 你就会觉得 它精进不少 然后就觉得 它没有那种老气的感觉了 对 那虽然它的 这个车架的基底 其实从大概 2000几年一直沿用到现在 不过每一次的改变 就是关于说的 它的精进的幅度蛮多 那包含造型的部分 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车身尺码 它其实车长大概就是四米三多 就很标准 我们现在看这种小型CUV的一个大小 对 所以如果你不论是家里的给太太开的车 甚至是新手使用 我觉得都不太会有太大的压力 对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棒的重点 就是它的空间 你看它的车体的造型 其实不大 但是比较偏高耸圆润一点点 代表它把空间都留给了车内 我们就来车测来看一下 实测的看看 对 刚刚我讲这个高阶的版本 有一个还不错的点 就是在这个价位 你可以买到免钥匙的系统 我以为是盲点侦测 盲点侦测 对 好 关于我先讲这个好了 其实它在年式的更新上 也加入了一些主安配备 来一方面符合法规 一方面给消费者更多的保障 像是有盲铁侦测 它有车身动态稳定循迹防御系统 那比较可惜就是 它目前还是维持双前座的气囊 这个稍微可惜一点点 不过很便利的配备 它有Cureless的系统 我现在钥匙带在身上 你直接按个牛就可以打开 而且呢 如果你今天要离开车子的时候 你只要按两下上锁 它的后视镜就电动收折 是蛮蛮方便的 对 没有像传统那种 还要拿钥匙开门 没那么夸张 传统那种还要按按钮 才能把那个后视镜收起来 即使入门 它很多配备都不入门 没错 好 那我们一样按两下 它自己就打开了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下前座的空间 其实 其实它是一个很标准的 这种小型车的布局 对 那你可能看上去会觉得 它的塑缴感稍微重一点点 毕竟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嘛 不过呢 有一些该有的配备 像冠宜刚刚讲的一些安全系统啦 甚至它的额 预表板中间也有资讯幕 那包含刚刚讲的Keyless 它也有引擎的启动按键 不会像冰湿那样之前的冰湿 只有半套 对不对 那里面的功能 像什么恒温空调那些 都是还蛮齐全的 音响的播放啦 DVD CD等等 还不错 那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亮点哦 嗯 真的还是在后面 对 后面的空间 大部分会买Ko Plus 应该就是它的魔术大空间啦 对 这真的是魔术大空间 对 它不只是 我们讲陈右车最便宜的一款车哦 我可以说它是在这个4米3的集聚 空间表现最好的一款车 冠宜我们先上后座来感受一下 如果50万啊 来看看这个空间啊 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跟满意 好 这个头部空间就很赞啦 这头顶很高对不对 是是是 那冠宜现在坐的呢 其实你可能觉得空间还好 那是因为它的椅背 其实还可以做角度的调整 对 因为前面不是我的驾驶坐姿 对对对是我的坐姿 所以稍微后面一点点 可是还有一个拳头以上 大概两个指头哎 没错 这已经很好了呢 怪你你会发现你现在坐的姿势 比较像 坐一般正常的椅子 因为它的座位其实比前座高 就有一点点剧院式的那种感觉 包括你坐在后座的视野 因为它的车顶够高 所以头部也不会有压迫感 可以人可以稍微坐高一点 所以我坐这种小车坐在后面啊 因为视野比较高 比较不会晕车 对可以这样说 看得比较清楚 还有一个我喜欢 女生看到点 可能跟男生不会 他这有一个挂钩耶 如果我买饮料或是蚵仔蜜 挂在后面 咸酥机可以挂在后面 对都不会那个 后面还有很多可以挂 真的吗 这都要在哪里 在后翔 我们来看一下 后座呢 我觉得空间的表现 大家应该已经觉得 哎 蛮有看头的对 在这种小车部分 再来就讲另外一个 我推荐高阶款的原因 54万9嘛 听起来很便宜 但是你拿出你的钥匙 按两下 这个车车尾门的部分 电动尾门就打开了 好酷哦 50万 就是非常经济实惠的一款车 那打开之后呢 后箱的空间 你可能会觉得 打开一台CUV的感觉 有 因为它的高度 高度稍微比较高 你当东西的时候 不用弯那么低 对对对 它的容积 我们现在看这个标准的状态 就有620公升 620哦 一般的CUV 可能都大概400左右 你说这样620 这样620 那现在不是620 但是它的最大的扩展 就是我来示范一下 好 有没有看到这边 有一个杖板 对不对 有感觉它有哪些什么组合 很好像一种 有两个握把 变形金刚的感觉 两个握把 你把它拉起来之后 哦 它就非常轻松的放下一个 巧思在这里 对 所以你的 包含小的那边 也是可以放下去的 所以你的行李箱的扩充 就很便利了 诶 它堪称是旅行车诶 的那种空间 因为620公升 对那两侧呢 一边可以有这个 邪淑机一边有 蚂蚂蜜刷 好诶 那你放钱之后 可以再放个蚂蚂间 通通都很便利 对 对超棒的 空间的这个机能运用 还蛮活泼的 如果要是有一些 有味道的东西 你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再把它盖起来 对 是不是就不会影響到前面 就被拍臭一点 前面没有影响 我觉得这个空间的变化 真的很棒 好再来最后一个 我觉得很棒的点 就是在高级的版本 它多了one touch的倾导 那我现在示范一下 在后座的旁边 你有一个拉饼 一拉之后 非常快速的就倒平 这种50万小车 空间的变化 这么多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 Cold Plus它是魔术大的空间 而且真的很经济实惠 必须这样说 那你可能看 觉得你想要一些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Skala Focus 有一些比较科技的配备 比较豪华 你在上面确实是找不到 但是对于有预算考量的买家来说 他买了这么久 都还有稳定的销量 一定有他的原因 有啊 因为其实我姐妹 他就买了一台Cold Plus 我不是说他从马二换成这个 因为他觉得 Mazda 2 他的空间其实比较小 就是很务实的买家 对 他又不想要找麻烦车 然后好保养 然后便宜 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一款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